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次的漫迷早晨節目 今晚我們會有一場歐巴杯的第二回合賽事,作客西維爾 希望曼聯可以生生勝勝,贏回這場比賽,繼續贏西甲的球隊 令我們可以繼續進級 今晚這場球是晚一點,有時間我再做一節節目講多一點 這一節要跟大家講講一個球員 講這個球員之前,有件事就差了大家幾天 就是我們英超作客義給你贏森林那場球 我們巴友選出來的最佳球員,其實我之後就算了數 不過一直錄節目都忘記了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Anthony 21票搖搖領先 大比數,勝出了這場球的最佳球員 所以恭喜Anthony,看看今晚這場球 Anthony會不會繼續有好的表現 這節我想跟大家講講一個 全曼聯傳得好行的一位球員 就是Victor Oseman 究竟他有沒有機會來曼聯呢 就儘管看看Fabizio Romano怎麼說 首先來講,澳市民未決定明年是留下 在拿玻璃還是走的 也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拿玻璃就沒有標一個價錢 究竟多少錢的轉會費他們才賣澳市民的 這個都很拿玻璃的 因為拿玻璃你要從他手上買球員 有一點都不容易 第一,一定貴 第二,他就跟你拖來拖去拖到你不相信 現在據Fabizio Romano說 有興趣的球會包括 有拜仁慕尼克、PSG 因為他們的足球總監 Louis Campbell已經說明要找前鋒 然後還有就是車路士 和我們曼聯 究竟哪間球會最先的呢 暫時都沒有一個定案 但是,既然有這麼多大球會 都對他有興趣的話 老實說,拿玻璃的絕殺技就是什麼呢 就是吊高尼馬 所以,可以這麼說 在接下來的轉會槍 這單轉會都一定 由開始 轉會槍開始到轉會槍尾 都分分鐘一直拖下去 正如我早幾天的分析 麥加里士達那單交易 馬里士達那單交易 想快狠快去搞定 萬聯就吃虧 但是暫在這單交易來說 對手如果是拿玻璃 和他的一路的玩法來說 反而對我們有一點好處 可能我們可以購買時間 反而臨尾才重錘一擊 購買回來 都還沒頂的 但是,這件事有趣了 就是這樣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士文一直都是踢以甲 今屆也踢得不錯 但是我們有位巴友 就這樣說 我不開他的名字了 但是他就說 其實大家看看 我們有前居可鑑 大家都知道 盧卡古在意甲 尤其是拿意甲冠軍 國際米蘭那一年 踢到曉飛 他的個人感覺就是 Victor 歐士文在意甲的表現 其實都沒有盧卡古 拿意甲冠軍 那一屆那麼厲害 如果是這樣的 的話 歐士文來到英超 就可能大打折扣 甚至乎搞不定 那 由於我很少看 歐士文在踢意甲 所以 我就用了 Solva Score的一些 分數和分析 去做了一個比較 看看大家怎麼看 正如我剛才所說 盧卡古在意甲 最好的屆就是 2020 2021 國際米蘭拿 意甲冠軍 那一屆 就是這一屆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屆 所以我就用了他這一屆的分數 去跟今屆的澳士文 作出一個比較 盧卡古現在29歲 即是說 我看回2021 不是 2020、2021那一屆 就是一個27歲 一個27歲的盧卡古 就是左邊 就比起一個24歲的澳士文 大家留意一下 灰色的數字 才是那一屆的 綠色的數字 是今屆的盧卡古 現在 所以大家看到 在進攻那方面 盧卡古當屆有89分 今屆的澳士文有90分 奧士文略略先拍些 TEC是什麼呢 TEC就是技術成分 Technical的東西 盧卡古當屆有72分 那麼厲害 多於今屆的澳士文有66分 奧士文只有66分 好 在創造性方面 而今屆的澳士文只有59分 防守方面 盧卡古當屆有28分 而今屆的澳士文有30分 略為領先一點 而最重要的是 TEC就是什麼 一些策略性方面 盧卡古當屆有65分 盧卡古當屆有65分 而奧士文只有60分 而奧士文只有60分 歐斯文來說 這麼多的強度 或者比較上來說 奧士文在進攻和防守方面 略為贏盧卡古少少 但是在創意 技術上高 以及配合策略方面 就是盧卡古 就是拿二甲在國際米蘭的第一屆 是比奧士文更加優勝的 看上去就好像那位巴友說的 就很合理了 但是我們還要看多一點點的資訊 要看回 盧卡古在那屆 二甲的一些數據 盧卡古的Siri R1920 現在自己refresh了 所以我要先調教 盧卡古 其實我已經調教了 不過他自己refresh了 所以又要調教 盧卡古 Siri R2021那屆 好了 這樣看 盧卡古贏2021那屆 看看是否是2021 盧卡古在那屆 平均每一場的分數 有7.32分 比起今屆的澳市民 7.22分 也算是略為稱高一點點 但是 比較高分是8.8分 3月19日 而盧卡古是8分 最高來講 另外也要看看Hit Map 就是說對於球賽 整個影響力是怎樣 真是不相伯眾 見到兩個球員 對於球賽的影響力 都是相當厲害的 甚至乎盧卡古 在防守角球方面 亦都幫到手 所以 澳市民和盧卡古的比較 即那屆27歲的盧卡古 以及今屆24歲的盧卡古 澳市民 真的可以說盧卡古 略略領先少少少 另外在入球方面 盧卡古 當屆 踢完36場 入了24球 澳市民 只踢了24場 因為球季未完 就入了21球 我相信 在入球方面 應該可以贏到盧卡古的 澳市民 還有三球球 還有十幾場球 如無意外 另外在scoring的frequency 入球率方面 盧卡古當屆 就算拿到冠軍那屆 也要120分鐘才能入球 但澳市民 92分鐘才能入球 另外 goal per game 即每一場球平均的入球率 澳市民是0.9 而盧卡古是0.7 那都是澳市民略略領先 還有在shot per game 射門方面 盧卡古只有2.7 但是 澳市民有4.2 即是射門機會 澳市民是多些 但是入球率 就可能 在現在這一刻 都差不多 其實你計算21球 入球率 都是高過 盧卡古 因為0.9 對不對 shot on target per game 大家差不多 1.3和1.6 好了 這個都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什麼 大產市 而miss 即是大機會 而做不到入球 大家都不相伯仲 18和19 不過澳市民 還有機會增加 因為他還有些 比賽還沒踢 那樣 高conversion 正如我剛才所說 都是差不多 25%和21% 亦都是盧卡古領先少少的 OK 所以來講 我覺得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的分別 但是 有一件事 大家要看看 就是 在入球方面 無論是盧卡古也好 或者澳市民也好 都是禁區裡面 盧卡古只有一球 在禁區以外 而澳市民更是0 從來沒有在禁區以外 入球 但是 反過來 透脆 我們經常以為 盧卡古很健碩 不是 澳市民是7球 還有 盧卡古是左腳球員 而澳市民是右腳球員 所以來講 所以 我想我們 看到盧卡古和澳市民 在意甲 大家都是一屆 踢得好的意甲 上高 其實都是很相似 始終 正如那位巴友所說 盧卡古真的 略略為領先少少 所以來講 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數據 要跟大家講 就是Big Chance Create 盧卡古有10個 而 澳市民只有2個 所以 根據我們看 Overall Solver Score 和相關的數據 真的 盧卡古 打到意甲 最厲害 拿冠軍 今年 老實說 玻璃拿意甲 應該都很大機會 而比較之下 除非 還有12場比賽 除非澳市民 最後一場比賽 數據突飛晚進 分數特別高 如果不是 那位巴友所說 都基本上是成立的 就是盧卡古 在贏意甲 那年的表現 基本上是比澳市民好 聽完這些比較之後 大家又覺得 澳市民 是不是再值得 用很貴的價錢 很難的 去針 或者去買它回來 而買它回來呢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看看 今次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相聽收看 拜拜